最近新发现了夏日好物 就是这个费罗加的泡泡面膜 它上面写的是磨砂和清洁面膜 看它在自己冒泡 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那个泡沫 真的非常干净 一会儿这白头就都出来了 大概是近半年以来 发现最好印的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呢就去彭比利艺术中心 然后去看一个本应该是在疫情封城之前 就去看的展览 就是Christophe et Jean-Claude 他们是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夫妇 比起很多人印象中轻飘飘的当代艺术 他们的作品似乎更像是一种来自70年代的宣言 他们拒绝为自己的作品赋予任何深刻的含义 他们称自己的作品只关乎快乐和美感 也不愿意被贴上任何某种流派的标签 把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包裹起来 似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这场展览的手册也没有过多的讲解资料 我相信这是遵循艺术家的意愿 仅仅用视觉体验和感官震撼来给观众留下印象 这就是他们工作的意义 编 adequate湿上 superior estás写似的...? 我相信要试图和感恩 你可以乱碎 这个粒子 当然还问我 小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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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 merge 什么 感谢观看